新冠疫苗流动接种站由货车改装而成 第一日投入服务 到沙田新翠村为街坊打针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到场 主持流动接种站启动礼 今天这个流动车都是一个新的创举 我们希望能够再进一步 方便到市民大众 特别我们的长者来去接种疫苗 现时变种病毒的肆虐是令人担忧的 所以我们更加要透过接种疫苗 来去保护长者 因为万一感染了之后 那个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是非常有效的 在这里接种疫苗的流程 和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差不多 首先登记资料并在等候区等候 然后上车打针 完成之后落车到休息去观察 基于功能布局 接种车停泊位置面积要有200至300尺 流动站由医生、药剂师和护士负责日常运作 又会为准备接种的市民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接种车可为麻雀虽小五状俱全 160尺的地方包括一个稀释区 有雪櫃储存疫苗 并且有三个注射区 可以同时容纳三个人接种 车内设有空气淨化系统 并且涂上光烛煤涂层 以抗菌抗病毒 车尾位置装有升降台 被轮椅人士或行动不变的人 直接到达接种区 一般外展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在七个小时的情况 打到大概300剂的疫苗 如果是有额外的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延长时间 又或者在地上增加一个额外的注射障缝 去迎合这方面的需求 如果有额外的疫苗需要 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疫苗专车 即时将疫苗由我们的疫苗中心 运送到外展的场地 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 因为一般过去的经验 做一些医疗用的车 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但大家都明白 我们与疫情抗争是争分夺秒的 所以我们在设计、改装 和政府不同的部门大力协助下 在批排中也加快了 令到我们在两至三个月内 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接种车在今个月和下个月的日子 朝十晚五在四个地点 为市民接种服必泰疫苗 市民可以致电预约或查询 亦都可以前往即场报名